高雄自祥路上 開了超過30年港多魚羹 在地人都知道的老店 今年3月無預警的歇業 貼上招作公告 讓饕客好失望 隔了4個月 三角窗店面有新店進駐 賣的也是土豆魚羹 工作部 工作部 這是新的老闆人 就想說就記得這邊有一間 這個土豆有一個老闆吃 然後說 是你剛入口才發現說 這是新的 老顧客看到店面重新開了 好興奮 一點餐才發現 並非是過去的老店 不僅換上新招牌 品項也不太一樣 比較之前老店賣的商品 招牌柴魚口味魚羹搭配油麵 大胃口的還會加點肉燥飯 對照新開店面改了名字 賣的也是土豆魚羹 同樣也賣肉燥飯 店面再看一下 長很像 這個還滿多元的 然後也滿好吃的 他嘎一個很偏大 不會 老店吹息燈號 店面也有新店進駐的 還有這一間 連續兩年獲得必比登推介 高雄的亞區 雲來訪 賣的冰糖原題 蝦人滑蛋 光試用看的就讓人口水滋流 今年三月份突然說不開了 累了 這兩年真的累了 老闆坦誠太累了 決定歇業 三個月後第二代接手 換了店名重新出發 另外同樣獲得米其林必比登 泰南康樂街牛肉湯 老闆娘為了照顧老闆 決定關門不開 我這樣的一間店 可以要和我們全家 擔心牛肉湯好滋味 就此消失展現大愛 把廚藝傳承給願意學習的徒弟 餐飲老店因為各種原因 無法繼續營業 就店面對外交租 其他餐飲業者向眾進駐 端出拿手好菜 延續老店人氣 三星黃大維紅 輸出台南高雄報導